H3N2,再来一个B流 那个B流是 以前讲起来是不太严重 但是后来发现 奇怪,住院的小孩子 超过一半以上都是B型流感 反而不是A流 所以我们不管 我们就是有三种三猪嘛 去年以前都打三架 通通意思 H1N1,H3N2 跟B这样子 那今年已经不是 因为不是普通B 是一个很会传染的B上的大B 所以我们现在用试价 试价就贵了 以前我们450的 单单试价就要950 那今年有再一个新的 也是试价 但是它已经用Celular 不是用immu方法做的 细胞的方法做的 也是试价 一支进价就要1500 今年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推得出去 大概很好了 它的specific性更高 那这个就是预防 这次南部突然间15个人都在发烧 怕怕是这个 后来发现也不是 它只不过是个疲病多而已 那我们就安心多了 那第一次的 那个叫什么 SARS就是从中山医学院传到香港 然后传到东南亚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哦 刘建伦教授 就是中山医学院的教授 他看那个 Paper或是报纸 News Paper 哎呀没有 没事 没事 因为那些中山医学院是在 那个 翠亨村 中山县的中山医学院 不是这家 吓一跳 好 那那个刘建伦教授 为什么会看报纸就相信 就是被骗 他们本来已经发作了 他们的党书记长叫张德江 党书记长很大哦 比省长大 他管那个南方报业系统 南方报业系统的社长 你要知道记者叫做吴冕王 知道意思吗 吴冕王 记者是没有带着皇冠的王 我那个鼻血千秋 他才不信你们敢怎么样子挑我 可是张德江就叫记者 不要报不要报 我们广东省 在东莞的地方发作这个